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向专念南无阿弥陀佛 这里注意 他的念佛的心理背景 是自诚恳怯 这四个字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很多念佛行人 他往往在这里没有注意 自诚心 恳切的心 如旧同然的心 水中摸水啊 呼旧的心 你有这样的心态出来 就能跟阿弥陀佛的大悲怨态感通 念佛语法是要感应道教才能产生作用的 念主往生前 留下的最后句话 也是特别强调这四个字 最好往生的时候 那真是最后留下句话 是他一生的最愿意说的一句话 他说 念佛依法并无奇特 并没有奇特 但自诚恳怯 无不蒙佛节影 待耶往生 念主留下这句话 他没有什么提的 你只要自诚恳怯去念 没有一个遗留的 莫不都能够蒙佛节影 待耶往生 所以自诚恳怯去念 这就是我们待耶往生的必要求 你只要做到这句话 就静耶往生一次 绝对成功 但问题是 我们众生啊 是知道 但是行不到 吃之非奸 行之为奸 很多佛教 净土里面他也知道 但是他是做不到 他都是不到他的行为当中去 他一念一念 还不是自诚心 还不是本期心 还是带出很多世间的名利心 或者虚假的心 外现 贤善 精进 自相 内怀虚假 你这样的心去念 他就不能跟我感动 所以注意自诚恳怯 那么就专念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 时时刻刻 无恋陀佛 就是 二六时钟 你都不要忘记这句佛号 哪怕暂时的忘记都不要 要 异佛念佛 从早到晚 在佛前礼拜持诵 一般的都应该有一个佛台 供养 阿弥陀佛 供奉阿弥陀佛 在那里礼拜 读诵 进度金典 要 立一个定课 随自己的距离情况 你工作忙碌 定课就 简短一点 如果工作 闲暇时间 比较多 你的功课 就立得时间长一点 这就随自己的情况 来立一个课程 因为课程是很有必要的 在这里叫定课 定课叫 专心去念 同时呢 也把闪念 也要抓住 在 工作生活当中 行住 坐卧 以及在不用脑筋的 做不用脑筋的事情的时候 不要去念 这个事件 其实最好的职业 就是扫扫地 不用脑筋 你扫下地 念一下阿弥陀佛 扫下地 念一下阿弥陀佛 如果你做那个 编程序的工作 大概就很难念了 它需要你 投入很大的脑筋 不用心的事 最好念 那么睡觉的时候 也不要中断这句佛号 你带着这句佛号 扛下去 但是这是 这里就不要出声念 就要默念 你 躺下去 睡前的念 你就要念四字 念四字 如果能随着呼吸念 它更能是行 那么在 家里 如果衣冠不整齐 或者在洗澡的时候 秋节的时候 或者到那些不洁净处 或者那些这些麻痹厂 或者农袄市场那些 卖什么东西的 那些不洁净处 这时候你也不能 有一次不洁净处 你就不念 你还是要保持念佛的念头 只是心里默念 这时候默念的功德 和你出声念的功德 一样 为什么 你至少在洁净处去出声念 这就 不是太尊重 你当时的情况 从仪礼方面 都不是太合适 这些都要 这个善巧的处理 最后提出念佛的一个原则 不管是大声念 还是小声念 还是金刚念 金刚念就是属于嘴唇微动 这个石根弹桌 牙齦 这个阴心在嘴唇间 自己能听得到 别人听不到 这就是金刚念 还是心里默念 所谓念有四种 大声念 就是你有多大声 把大声念念出来 小声念 自己小范能听得到 金刚念 自己很用心才能听得到 心里默念是专注在异地当中 有因声之下 这四种 这四种 随不同的情况 不同的境遇去念 也可以交对使用 如果心很散落的时候 你的昏沉的时候 要高深念 冲步昏沉 如果你想心里坐在那里 你这时候要小 金刚念或者墨念 就是在行足 坐墨 四位移当中 也是有所不足的 但一定要 心里念得清清楚楚 这句符号是从心里念出来的 我们的发音器官是一个硬件 它的软件是我们的神师 这个心 心要把它 是一个发音之机一样 推动它 所以心里要念得清清楚楚 然后口里面的咽喉要把它念出声音 这个声音是清清楚楚 然后耳根把这个符号拼 拼得清清楚楚 这样就是用音声来说心 心就不会往外跑 我们这个自念自听 自己念自己 听自己念佛的音声 心就不往外跑 不往外跑呢 它就向内旋转 向内旋转呢 这就反念念自信 如果我们心往外跑的话 就很多妄想就来了 有句子问 我走路走在人心道上 我念佛 我能不能左盼右顾 除了你注意交通行车之外 你其他的就不要东看西看了 你如果一边 九路一边念 一下子看到广告 这是叫什么广告 一下子看到那个 灵魂灯是什么颜色 你这个心里妄想就不对 那是不行的 要把它撕住 心不往外跑 这样念佛的念头 就渐渐的成熟 成义 这样的念佛的功德最大 这些都是很平白的字眼 但却是映足一身的经验之策 自念自听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就能够使我们的耳根最大限度的把自信的圆通常显示出来 这些似乎很简单的方法 但你真正就到了 你就很了不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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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